挪威斯坎迪纳维亚山脉有巨怪,你相信吗? 而且还是挪威总理无意间说漏嘴的 民间直接炸开了锅 一个曾追踪报道过非法猎雄的记者 曝光了一段长达283分钟的视频 让这件看似扯淡的事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里到底拍到了什么 霍马斯是一名电视台实习记者 他在制作一期挪威非法猎雄的专题 这天他来到猎雄者聚集的房车营地进行采访 一位猎雄协会的负责人告诉他 这里有一位神秘的猎雄人 他从来不和外界交流 行为诡异 车上挂着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抽携胸天也没出示过证件 你们去跟踪他肯定能拍到猎雄的证据 他们等到凌晨猎人终于回来了 霍马斯想偷拍下车里找点证据 结果发现车体就像被利府劈过一样 然后他们等到了晚上带猎人出发 便跟了上去 猎人拐进了梅路的深山中 他们便跟丢了 第二天他们发现猎人开着房车准备离开 就一路尾随坐杜龙来到了另一个岛上 在一个房车营地停下后 到了晚上猎人出发了 托马斯他们也跟了上去 来到一处静里路内的保护区 因为他们是家用车 无法走山路只能步行 普通摄像师和录音师越走越害怕 想放弃 托马斯搬出纪录片大师的试迹和成就 来激励他们 又不行了很久 他们顺着车印找到了猎人的车 猎人并不在车里 就在他们讨论接下来怎么办时 森林里传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巨大叫声 紧接着猎人从树林里惊哄地冲了出来 看到他们后先是一惊 然后让他们赶紧跑 来不及多想 托马斯他们紧跟着猎人向车上跑去 途中怪叫声越来越近 在猎人的掩护下 他们安全来到了车上 上车之后托马斯惊哄为定 他觉得这个猎人追捕的根本不是熊 托马斯他们上车之后 猎人知道了他们的来历和身份后 路车让他们赶紧走 猎人开车把他们送到路口处 所有人都傻了 他们的车像被报废车厂处理过一样 变成了一堆废铁 猎人只好让他们乘坐自己的车离开 路上不管托马斯怎么追问 猎人始终什么都不说 托马斯矫情脑汁想说服猎人 让他们跟踪拍摄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最后猎人答应了 为什么会答应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回到英帝简单修正后 当天夜里 猎人带着他们再次来到 昨天发现叫声的地方 猎人给他们立下规矩 不管一会看到什么都要听他的指挥 说完就独自一人走进了深山 过了横跤森林里一片寂静 托马斯无聊的开着玩笑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巨大的叫声 然后远处的树就像小草一样 开始摆动起来 紧接着猎人便冲了出来 让他们跟着自己先别拍了 还愿着托马斯反应过来 巨大的树林被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巨人拨开了 托马斯大脑一片空白 愣在了那里 肌肉紧绷一动也不动 因为眼前的生物彻底肩负了 他对自然的认知 脑海里有无数个假设 但是眼前的怪物却实实在在的站在他们面前 三个人喘着粗气愣了好久 猎人的一声大叫寒醒了他们 三个人才昏不择路的向身后狂奔 慌乱中他们跑散了 猎人返回将巨大的怪物引到车前 利用UVB射线将怪物送肩石化 眼前的一切就像科幻电影一样 托马斯和小伙伴既兴奉又恐惧 因为他们的发现是颠覆性的 这位猎人大叔究竟是何人 托马斯真的是此事件的天选之人吗 猎人卷起一根烟 天亮之后淡定的处理完现场 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之后 就带他们离开了 车上托马斯有一肚子的疑问 但不知从何问起 他要用最快的速度重塑自己的认知 试图去理解昨晚看到的一切 眼前的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世界 自此都变得既熟悉又陌生 猎人带他们去吃早饭 并向他们解释了所有 大叔叫汉斯 海兄退役 效力挪威TST机构 对外宣称是挪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这些高山巨怪都是史前巨人演变的 汉斯问他们 你们真的以为金字塔巨石症 上百多的石块 都是人类自己搭建的吗 人类进化真空的13万年 为什么没有发现化石 因为史前巨人的骨骼 和人的构造不一样 它们可以在巨大的山脉间 折伏近百年 不同时期都会有一些苏醒 有的性格温顺为人所用 有的可能会伤害到人类 就必须除掉它 汉斯说到这 拿出了一个本子 里面有张表格 他每杀击杀一个巨怪 就要填这个表格 吃完饭 汉斯带他们来到房车 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收藏 汉斯说 虽然这些东西很臭 但我必须让这些味道留在我身上 这样离怪兽近一点也不会被察觉 当天简单休息后 汉斯就带着他们前往下一个预警点 路上汉斯说他接到通知 格力特封的电网友异常 很快他们来到了预警地附近的临时休息站 在这住了几天后 终于发现了异常 紧接着一声巨大的拐叫 从远处的山脉船来 猎人急忙打开了音响 将它引了出来 没过多久 一个巨大的生物向汉斯的车走过来 汉斯试图用射线将它石化 不知道什么原因失败了 汉斯开车就跑 在接上他们后 刚走不远 发现路边有个人 上车才知道 这是前来调查的地政学家 因为耽误了一回 眼看巨怪就要追上了 汉斯换了其他的射频信号来到车顶 这次好像有点用巨怪开始躲避 汉斯急忙调转车头追了上去 然后停下车 选了一个武器便走了过去 临走前他告诉托马斯 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 政府肯定会对外宣称 自己是因为盗猎发生的意外死亡 他希望托马斯能把这些录像 给他孩子看 让孩子知道他爸爸不是坏人 这就是他最后的要求 也是他同意拍摄的原因 另外汉斯还叮嘱他们 这些千万不能外传 否则政府会想办法 让他们永远消失 说完便向巨怪走去 怪物不知道是受到了刺激 还是在呼唤同伴 在不远处退出的脚车 汉斯走到怪物对面 刺好了片刻便举起了武器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次不能将怪物实话 肯定会把他激怒 然后自己被撕个粉碎 汉斯定了定绳 描向巨人的心脏位置 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束强光射向巨人体内 巨人瞬间被定住 然后开始接替 还没等他们再次相见 进入胜利时 那个地震学家 早已把托马斯他们拍摄的事 汇报给了政府 几辆车向这边加速驶来 托马斯将所有素材交给录音师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 自己则拖住了前来追捕的人 一天最后 录音师不知道跑了多久 来到公路旁 一辆车快速驶来 一阵击达车引发情绪